叫小万会比较亲切一些 那为什么叫老万呢 尼克说他的总冠军戒指够多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镜头更多的对准了焦海龙 这第一节被龚小兵指导赋予重任 但是焦海龙在外线投射和串联方面 都没能起到太好的效果 没错 好了 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 本场比赛也将继续由朱骏和熊彬庸杰 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 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各位观众 CBA全新黑科技 5G云观众加云包腔 在咪咕视频app独家上线 祝全国球迷唱响观赛乐趣 通过云观众功能 与比赛现场连线 抢扇现场打平席位 为您的主队加油助威 用户也可以创建5G云包腔 与好友观赛看球两步 上来之后追到差三分 而在整个的阵容方面呢 龚晓宾知道 又把首发的这套再重新拿出来 万胜伟球没接好 争球 给的就不是特别舒服 你看万胜伟再弯下腰去捡 这个球呢不好接了 对 万胜伟因为他的一个移动 在持球之后 他是把他的重心提得比较高 来做这些动作 因为这样方便 他用他的臂展去出手 和大多数内线相比 本身身高就偏矮 他不需要再把重心降上来 高位的野户 高士言 给过来 贾成 两次发球 山东有针对性了 现在同袭的内线的高度不够 对 就是我们开场说的 山东这边打的是比较明确的 明确在 知道内线的优势是有的 那就打内线为主 但问题我们说 你打内线为主 没有一支球队 确实可以单脚走向胜利的 您那外线还是要结合起来 两分两分打 要赢比赛 其实真的挺难的 对 你外线肯定是要 有那么几个人去开火 才能分解一下内线的一个压力 贾成第一发还不重 江苏成绩最好的那年 20连胜开局 最终和广东打到了 总决赛2比3西败那年 张成和我讲过一句话 大唐在里边 类似也就是50分 对啊 这话真是很有道理啊 画到礼物层 唐正东那年状态非常的好 但是还真没有单场超过50分的 江苏那年 那个时候大唐也要出来投三分那样 对 那个时候江苏火力的大唐在里边一千只 外边 胡卫东张成雷 好了 这边断下来 大转换 高世贤先拿到两分 再追平 山东能僵持到这会儿 今天这个同西的失误直接送风不少了 是 快攻跑了好几个 我们也讲过 同西毕竟年纪是比较轻的 所以在失误方面的控制 肯定会不像很多经验老大的球队控制的那么好 新球员也比较多 对 磨合这个默契是有点小问题 山东如果能够后续把这三分球开了的话 可能这个比赛瞬间就可能会拉开 同西今天防守还是比较明确的 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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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刚才贝帅给大家交代的意思也是 面对一些强硬的防守的时候不要都是后退 不要只感到惊讶 要勇敢的上前 洗衣服 洗衣服 较高啊 现在在今年整个就目前来说 山东的外线就靠他一个人来带了 全场的领防 洗衣服一个人护过来 带给 乔宏 左手 好大 这就是他的特点造成的一个一个带来的一个机会啊 都以为他单打了 对 突然改了一个传球 对 其实往上一扔你以为是打板去的 哈里斯 哎 自己这个脚步也比较危险 脚高 再上阀就线 这个挡拆呢完全是把两个都吸引到乔宏身上了 应该是暂停的时候重点部署的就第一攻是怎么打一般暂停完第一攻啊教练会部署的比较明确对就看球队的这个指心力到不到位了 高权四分五个助攻两个抢断就是球队的我们刚才第一节看过数据统计了球队的助攻都是高权一个基本上对助攻就包揽了 西热突进去了 这个防守啊 阿里斯 哎 这边也门户动开 两边今天那些防守都不好 第一时间西热好像在跟裁判示意什么 西热借掩护给莫尔特里第一下顺球没有顺好球领人没做到 西热长三分 这个有点离谱了 那推反击 东西这边退防还可以 哇 阿里斯今天顺啊 所以今天没有助攻啊 但现在山东领先了 哈里斯在场上的时候 他就是自己持球打 乔汉 哈里斯来访 莫尔特里假成绕前 要到了 莫尔特里背心打呢 他也难受啊 你看 撤凳子 撤的同时 看看两名裁判判罚不太一致 一个吹了走步 一个吹了犯规 看两个裁判怎么沟通 看看撤的时候是不是有附带的一些小动作 哦 撤的说看看是不是要吹脚上有动作 摩尔特里已经自己走上了罚球线 嗯 他怎么走过了 哦 撤的说看看是不是要吹脚上有动作 摩尔特里已经自己走上了罚球线 嗯 哈哈 哈哈 郭尔兵知道 哎 操着一口 就是 很标准的山东普通话 还是吹了犯规 摩尔特里第一罚不中 两罚不中 那贾成这个防守算是成功了 防守算是成功了 因为我们一直讲的篮球场上你两罚不中啊 就跟一个失误是一样的 没分 球权没了自己没得分 李静宇 脚抛头 哦 抢篮板身后有推人动作 孙四瑶身后推人 他客串这位置呢 对他来说是有挑战的 对 毕竟不是个纯内心 是 本身孙四瑶他的身体对抗在前几年就是一直被人诟病 是 那现在既要护框啊 又要抢篮板 这对于他来说是个是个新的一个挑战 是 现在等于说内线是他和摩尔特里在搭档啊 姚海龙再给到上线 那李静宇今天位置啊 机会啊都不算太好 高世妍 哇好球 贾成空中已经没有人管他了 中间空手切入切得恰到好处 对 贾成已经比较少扣篮了 对 那现在这个情况和气势你得扣啊 助攻处十三对九 高世妍上来之后呢 很明显把这个球队进攻又串联起来了 肖东上来点了啊 这助攻处 熙热 有反跑 上线交叉掩护 再给回熙热 高世妍这个臂展 再抢篮板 再抢篮板 后场球 这摩尔特里篮下技术不够细腻一点 这球按说你二次进攻左手一抹啊 没什么问题啊 没干扰了已经 摩尔特里面协防 协防的太果断了 前一半是把场地空间落得够开啊 让高世妍在这脚上拿球之后 已经必须引起山洞 引起同西的重视了 焦海龙要注意脚下了 对啊 他要被熙热回去 一通比划 就是走步了 走步啊 脚下确实是比较稀碎 甲城上来掩护 挡得不错 高世妍再转出来 焦海龙三分 还是没有啊 今天就是没开 今天就是没三分球啊 走走走走 夕热 掩护挡好 乔文汉三分 哈里斯 手快啊 不管了 也是一个失误 好球啊 这下何一峰突破 看到了弱策 高世妍这个球传呢 李静宇位置还没到 差点就出界了 这 有点没必要吧 有点着急啊 还有十几秒的 还有十三秒呢 人家手顺了 想试一试 再来一个 又一个 现在就是甲城去防第一道突破之后 身后没有轮转的拳 再帮甲城补 还是上线 露子太空了 对 这一下你看连续被捅西打成两个这样的进攻 是 山东好不容易起来一点的这个优势 转眼就没了 这你说甲城和焦海龙两人的内线 其实是轮转和移动更快的一个组合 是 但反而被拉得更空 甲城他有中距离 这个就是摩尔特里需要知道的事情 对 甲城跟他一样 射程也都远 能攻人家 但是你也得会防人家 你不能这样让甲城去投啊 乔汉 再给出希勒 假动作 再对抗摩尔特里 没打劲 但是连续三个都是这样打 就是突到腹地 让你的中锋上来协防 然后就传你的背后 这时候山东应该考虑一下 做人员上的调换了 导致希勒今天不管怎么打 都没上头 该传球的时候他看得到 山东换人了 看看怎么调 是换一下焦海龙的 还是换甲城 陶汉林和陈培东 把李静宇给换下了 李静宇今天上来之后 没有什么表现 还有几次减歇的失误 摩尔特里 吃饼吃得舒服了 七投六中 山东是用陶汉林换下了甲城 那其实问题还没完全解决 我认为 陶汉林作为防守的最后一道屏障的 你突进了陶汉林还是得去协防 那协防之后 身后焦海龙能不能给他补 这是刚才就没解决的问题 你现在这次换人之后 还摆在那里 马上就换 这边换甲城下去 马上那边换万圣尾上来 就觉得万圣尾用移动打陶汉林 两边都很有针对性 对 纯中锋对纯中锋 让摩尔特里休息一会 就在第一节 南京打全滑盘打得不错 好了那这样再进入第二节的官方暂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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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通过暂停的时间呢 在整个的评论区 也看到了很多的山东球迷在说 其实今天山东球迷更多的折点在于李静宇 我们知道李静宇这样一个球员 他上来了 其实是需要他上来就给外线带来一些帮助 但是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本节在得分方面山东九中六 命中六还是比较高的 但更多我们一直说了 就是打内线 而且内线转不出来 高世炎四个助攻 四分一个抢断 而且是在本节单节做到的 今天高世炎试过三分了 哈里斯试过三分了 李静宇也试过了 就是没有一个人投进 焦海龙试了也不少 陈培东 高世炎 现在用陈培东和高世炎的一个外线组合呢 其实也是要加强外围的防守呢 给的漂亮 这个球没必要高打板呢 万胜伟的这个身高补环过来 不见得能够对哈里斯形成什么干扰 那先来看一下啊 外围的第一层防守 嗯 这个需要高打板呢 还是我们说的 外围防守 第一层 因为哈里斯扑出去了 一下就过了 今天山东的外线第一道防守 确实做得不好啊 给内线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陈飞东 哈里斯再试一个 还是没有篮板球 陈汉林 再交高世炎 焦海龙 这次注意力呢 在陈汉林和高世炎这个挡拆的位区域 焦海龙从若瑟空接了 希尔 万胜伟手提手 哈里斯 直接那小万冒掉 他的生理素质确实不算劲爆 这个球其实他也没有法力全部跳起来 万胜伟这也没太怎么跳 就把这球盖下来了 万胜伟脚是站着的呀 哈哈哈哈 回头了 打进 还有加罚 投不进三分 高世炎打三分呗 这是把高世炎当哈里斯 当哈德森用了 我们之所以说 哈德森以前不管在山东 在辽宁 他恐怖的地方就在于 他的得分爆发 他三分球手感顺了 他给你一直顶着人头 他给你一直进 高世炎已经8分了 加罚不中 打一个时间差 有了 河于峰 在第一次下场调整完心理的状态之后 上来打的已经稳定下来了 高世炎 又是给空间 又是非常不错的一次传球 嗯 判林低发不中 头大了 先进线 但是球已经进了 主拔队员不为力 就发球有效 就发球有效 这边万圣伟和李生东下去休息 瞧我看 希恶先帮他做了一下挡拆 这然后就失误了 阿里斯 焦海龙 甲投真突 陈培东三分 出手就歪的比较多 就今天 我们看着山东三分球投的也是比较急 出手 出手 第一球发出来 零 哎呦又是一个失误 今天山东的这个上抢啊 给童西在上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远离三峰线攻击区域的地方 发生了这么多次失误实在是不应该 咱们一打一打啊 要不是手的手 没有机会他手的手就没机会断了 咱们的他们已经断了五个球了都 咱们还是按同样的方法 我们直接打了直接打了 或者手的手 注意点咱们放过后面一下 咱们打一个拳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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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在贝帅那边的整体战术布置 翻译那边其实没大听到 但是听贝帅这边说的大意是上线多打掩护 还是要往下去顺 你动起来打 好了这个暂停回来前场球 战术还领先一分 上半场剩下最后的三分半钟 高世言再等一圈 陈培东啊球又有一点停滞了 要投了 这就我们说球又停滞了 其实时间已经不够了 吸热 向前的掩护 转一圈 还是强侧没有人接应 郭凯伦 要莫特利商来掩护 挡拆 胡亦菲 这个防守其实山东已经出问题了 防到了99%然后全部走了 对 郭凯伦 对 郭凯伦 送到嘴边的肉 没吃进去 篮板球 哈里斯 硬抢回来 陈培东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山东是没有人敢去投这个三分 只有哈里斯一个人在尝试 越投越没信心 是啊 因为机会和节奏不对 反回头吃一个三分 佟西这边呢 今天从开场来说一个三分就不错 是 封一封 就他和李胜东一样 类型也是一样的 高世妍 再往里先突一步 焦海龙再给哈里斯往里突 再突 这球其实可以考虑封一下陶汉林 真球 直接按在球上 捂了个严严实实 再来看一下这球啊 如果具备能力的话 左手轻轻 腋下一地 陶汉林跟着又是个扣篮 对啊 你可以用童西打你的方式去打童西啊 今天就是 其实我们说之前已经有过了 就是一整场山东队的比赛 成也哈里斯 败也哈里斯 没错 直接断掉 高世妍 突然守一个全场 直接断掉了 这样的情况不多见啊 忽然变证 那童西显然对这个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对 这样的失误有点低级的 就刚刚依靠三分球 把比分又抄回来 然后又犯错 这也是今年 童西一直以来干的事 我们说两队上一次的交手 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提到的 就前三节啊 童西觉得这个比赛 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 是 结果到了第四节 这都不叫 忽然断电了 这是跳水式的一种全队迷失 这点还是经验不足 对 能不能再换个快的啊 坚持守全场紧逼 但今天这个后卫线就是我们说了 除了高时岩 试了几个都不太厉害 试了两个上来之后 所以现在就是高时岩铁打 另外一个他的搭档 陈培东啊 大家换着打 高时岩下不去 这个到下半场第四节 比较难办 乔文汉 哇 又一个三分 统计今天至少在这个环境上做得真不错 对 半场的统计可能会比较的吓人啊 乔文汉今天三分球四中二 拿了十五分了已经 半场还没打完 李静宇啊 终于有了 我们前面就不断的提 李静宇上来是要干嘛的 李静宇上来就是要投三分的 十中一的三分球 今天这个数字是有点夸张的 对 那个围边九中五 三分球命中率百分五十六对百分之十 哎 直接丢 又往手里送 可以冲了 哎 郭凯伦先起跳犯规 郭凯伦这个失误也真的是有点业余啊 一个空位运着运着球到人家怀里了 好 虽然啊 王文宇 在上一次上场的时候打的并不好 但也不可以这么轻视对手 这样想到王文宇还是年轻啊 对 如果你在加速当中 有一个减速或者做一个后转身 这个球是可以完成上篮动作的 21岁了 嗯 才不要回看 刚才郭凯伦这个 这个犯规是冲球还是冲人 要不要升级 感觉上这个镜头 感觉上还是为了切球而去 这个背面看是 是想切球 但是正面我们看一下是切得打的 左手和右手都有动作 对 这又不好说了 你看左手呢是搭着对方的这个 搂着对方的这个搂着对方的背 右手去切 啊 已经说了啊 要升级 根据这个第一的情况 是 因为左手先去拉人了 先去搂人了 这是伤害动作 左手这一下 先搂人了 先让你减速啊 给我一个能切球的这个机会 非常严谨啊 就根据今天的规则 这个判法肯定是没问题的 非常稳的一个两发全中 对 郭凯伦这个被换下去感觉一点都不沮丧啊 这个令人有点难以接手 就 哈哈 哈哈哈 举不举丧 就是昨天看了北京和广东那场 嗯 也不举丧 哈哈哈 欧宇 他对他来举丧 高晓 这个位置 角度是有点太小了 江湖来了 三分 这下头短 蓝板球蓝板球 我开荣拿到 好凶啊 我现在郭一飞在同心现在这套正位 你球都拿不到 可是 过去几个赛季也是同心的主打心啊 黄宇这个 溜了一圈 等于浪费了一次进攻和挡拆 但是要把时间要压足 李靖宇 李靖宇今天在出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在后眼 因为都是对着头 莫尔特里上罚就线 这个球莫尔特里也有点 不够冷静 没有看表 后场拿到篮板 自己一路杀到前场就完成进攻了 造成杀伤没问题 可是你也给对方留了时间了 正好在这个犯规的同时 看到有球迷在说 为什么郭奎伦不是夺权 这是两个概念 夺权是恶意的伤害对手 并且造成了后果 这个是被会判处夺权 伤害动作且无意 并没有造成非常大的 我们直观的理解 这个是围体 夺权一般发生的是 非常严重的伤害性的动作 已经像打架 包括是场上起冲的之后 你冲入场 替补队员进入场地 这都是得权 李静宇 今天李静宇的三分球也是四中一 那这样半场 整体的得分 就两队的比赛而言 应该说是得分很高了 而刚才这个最后一攻 给李静宇做的机会 是已经做出来了 是 而作为一个队内的第一号外线投手 李静宇在半场的时候 需要调整调整的 那在第二节呢 山东是把比分追进 半场58比58 我们来看看 在半场的技术统计 三分球方面 这个环节是输的比较